哥哥告诉你怎么处罚 小春华 哥哥的伤口好疼啊 伤口疼 这怎么办 不行 挂不了这么多了 带你出去 妹妹真是在担心哥哥 你是不是傻啊 我当然担心你了 这句也是真心话 才怪 这就是大冒险 怎么还是没有好转啊 哥哥被妹妹照顾的 都变得娇贵了 你可不能娇贵 你是武林高手 以后还得保护我呢 那以后哥哥负责保护你 你负责照顾哥哥 好不好 这个地方 谁都进不来 还不是只有我给你当牛做马呀 妹妹不开心吗 那都没有 只是 想要给哥哥留下一个深刻的记忆 日后等咱们出去了 要加倍补偿我 那咱们俩就得互相补偿一辈子了 一辈子就一辈子呗 不过说起来 小春花刚去奉鸣山庄那会儿 好像答应哥哥什么来着 日后以身相许 多谢公子出手相将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为友 以身相许 你 那明明是哥哥说的 那说明哥哥料事如是 小春花还是按照承诺去做 那时候的小春花 真是呆傻可爱 你居然说我呆傻 而且 我现在不可爱吗 呆傻的小春花也好 伶俐的小春花也好 哥哥都喜欢 这么说来 那条毒蛇也是哥哥放的喽 怎么会有这么阴险狡诈的哥哥 那一定是个假哥哥 要不要哥哥现在就替你处罚的 怎么处罚 来 怎么处罚 哥哥告诉你怎么处罚 去你 想要好吗 我会被认识 那你又没想到 我会被你拆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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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拆远 你这算什么出发呀 他刚才差点被憋死 怎么 妹妹想让哥哥现在就杀了他 那倒不用 不过就算是假哥哥 也要为了我 好好地活着